我看一下最近几天身体的变化 身体最大的变化就 适应了在太阳光下的运动 以前在太阳底下很怕热 这几天走到太阳底下就没有那么怕热 而且耐热 虽然外星能量不是来自现在这个太阳 但是自己耐受了这个太阳 如果走到太阳底下不像以前那么爬热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势力比以前好热点 势力比以前好热点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焦虑减少了 人的焦虑减少了 日常麻烦是少了 原来到了时间点还要忙 吃饭的事情 现在吃饭没了 吃饭 买菜 洗碗 清洁 这些都可以不要了 都可以不要了 这几天唯一的一个让自己难接受的是 就是以前买了那个都仪的水果很多 家里总共有三个人吃午饭 还得要帮他们吃掉一点点 我就脏脏样子也得吃掉一点 不然的话放在那边不行了 太多了 后面就开始 就是我已经讲了 以后买水果的时候不要给我买了 已经安排了 就是说你既是水果的话 没有主动想吃的 只是感觉 哎呀 一定不是浪费的 那么呢 我主动吃的是那个 吃那个麦当劳 买麦当劳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调料 一小包一小包调料 丢在冰箱里面 后来好像从来没人碰过 哎 我感觉这个现在我 房子未觉上市啊 用它一下子挺好 就 吃个一两包什么之类 哎 这感觉也挺好 原来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 还有一个变化 就早上的是 好像很自然的 通吃饭没关系了 因为没有饥饿感嘛 好像很自然的 通吃饭没关系了 而且真的从第一天开始 从第一天开始啊 很明确的一感到后面 就可以不用吃饭了 因为我连排了嘛 连排了嘛 看到外星人 你给我站好的能量转换系统 啊 这让我想起来啊 在哪个年代呢 应该是在2011年12年的时候啊 也就十几年前了 有一次在广州 有个日本人 是住冲锋岛的啊 我听人家 他在那边讲课 听人家讲 这个人是 不吃饭的 有没有说喝水 我忘了 不吃饭了 那时候我就想着 我如果能不吃饭该多好啊 所以呢 我冲着他说不吃饭了 听人家讲说这个 这个老师不吃饭了 我就去报他的课了 但不是讲不吃饭啊 不是讲什么课 我忘了 然后呢 到了那边还认识了一个银行行长啊 后来我跟那个银行行长领牌过 后来我发现这个老师也不是不吃饭 我看到那个课间呢 断上去水谷之内 我看到老师也吃了啊 我就记得这个印象 所以呢 我就断定这个人还是吃东西的啊 但是有没有吃饭 我就没 没留意这个事啊 但是现在根据我现在的体验的话 也就是啊 我水谷拿上来 我也可以吃 但你叫我拿那个碗筷之内 送你米饭上来 那我就不愿意了啊 也许是现在这个状态 也许是啊 也许是 也许是 但是我看那个 来自日本冲村岛那个老师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怪怪的啊 有点 感觉上是啊 因为如果趁点不吃饭 也就算了 还拿了水谷上去吃 所以当时我有点疑惑 现在我看我自己的账款也是 如果家里拿掉水谷呢 我张张样子 拿个一两块吃一下子啊 但是我没有要主动要想 把一个瓜 一整个东西把它切下来把它吃了啊 现在的账款就这样啊 现在的账款都这样啊 真的 正在这个时候 我看那个外线人的探头 这边撤一下 那边撤一下啊 一直在监控我身体账款啊 好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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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